亚洲最大邮轮皇家加勒比海洋航行者号 上午抵达基隆码头 再来了3300多位的游客 那么基隆港这一次为了因应这个邮轮的停泊 花了300多万来挖身码头 看来基隆的这个渔港是越来越国际化了 巨大美丽又洁白的邮轮慢慢靠近基隆港 这可是亚洲最大的邮轮海洋航行者号 第一次来到台湾 虽然才早上五点多 不过游客早已经起床 在窗边猛拍基隆港 海洋航行者号是亚洲最大的邮轮 总吨位将近14万吨 长311公尺 吃水9公尺 这次来台的有3300多名游客 大批的行李一下船 就摆满了整个基隆港码头 非常的壮观 而接着又会有2000名的游客上船 从基隆港开到日本及韩国去 而有大批的旅客及行李要通关检查 基隆港务局还特别跟桃园机场借了X光机及气毒权来使用 不但工作人员多 为了迎接亚洲最大的邮轮 基隆港务局还特别把码头挖升到10公尺 花了300多万元 而10公尺深的基隆港 未来还可以停泊世界第一大的海洋绿洲号等游轮 加上周边设施的改建 基隆港就可以变身成国际级的游轮港了 多年训远旅国宝张家慧 再集中